那就是把它的这个花梗剪掉就好了 你都好吗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颗红墨地 摆在这中间的位置 它现在是花卸的状态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花就卸掉 前两天卸的 我看了一下我之前拍的视频 那么整个的它的这个花期 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如果说从花半开的那种状态算了 我是当时是1月14号 拍的那一期它花半开的那个视频 那么到现在呢 那已经是一个半月了 它是整个卸掉一个半月 那么从如果说从花朵有显现颜色开始 那么到现在那我觉得两个月 是蛮大蛮算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它的花期整个长达两个月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值得拥有的 那花很漂亮 是吧 它那个花纹啊 还有它那个上面的小细毛毛 小绒毛都很可爱 我很喜欢 我也很感谢 它们在我这里竟然开花 因为我还有几颗豆兰 目前都是没有开花的状态 只有好喜欢它 因为今天呢 就是因为它的花也没有了 它在这儿 我觉得它比较孤单 所以我又拿了几盆 还能够看的花 在这儿拉个撞钉 给大家 给它助助威 也让我的画面显得没那么单调 也让大家看看我现在的花 最近开的花还确实 就复花的这东西还确实不是很多 也没有太多的跟大家要说到的 摩地兜兰像这种兜兰类的 我觉得也是挺推荐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温哥华养护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因为确实就我的观察来说呢 它这个兜兰 它对这个光照啊 和对这个肥料的需求 确实不像其他的 特别像卡特兰呀 天鹅兰那样 需求的那么高 我觉得那还是算是 比较适合 就是说在温哥华冬天来养护 那当然如果你在冬天的话 能够给它一些 补一些光啊 能够那当然是更好 但是就我的观察 如果说你没有给它更多的补光 那么就把它放在 在冬天的位置来说 光线最好的地方 我相信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可以养护的比较好的哈 因为它确实虚光性没有那么强 也不需要 而且对这个肥料也不是那么苛求的哈 我觉得还是属于可以的 但是确实 嗯 要再让它复花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还是一个挑战哈 我非常呃 因为我知道我的很多花友哈 朋友他们都养兜兰都养得非常好哈 我也请教过他们 大概但是嗯 其实一说起分享经验 可能我不知道您 呃 看了很多这种视频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呃 感觉哈 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也在看很多呃 YouTube的视频啊 什么的分享 你总体的感觉就是 其实你说每一样哈 它可能有各个字的习性哈 但是具体到这一颗 我觉得还真是各有不同哈 这也是我的呃 在很多视频里 我分享的一个观点 就是呃 可能整体大概当然说 呃 需要光强 需要光弱 需要肥大肥少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总体的概念 但是具体在某一颗上面哈 就说你的这个东西 对这个娃是不是特定的 就是那么合适 可能就还是要需要有个调整 也要看这个植物 它本身的体质哈 是不是呃 真的那么符合大众的这个规律 也可能也不一定哈 所以还是要需要自己 要要一个摸索 嗯 这个就是养花的一个呃 可以说难度吧 可能因为很多人可能分享 哎呀就很简单 对吧 你看我像我看很多那些呃 视频的那高手就说 哎呀你看这个红墨地啊 你搞到土里面 然后就是你肥也不需要湿啊 然后就是呃 土干了你就浇水 但是你在你的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 你其实可能发现 可能还也没没那么简单 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觉 我觉得还真没那么简单 他因为我当时有有几颗嘛 我还现在还有几颗都来 还有其他的那个美洲都来 嗯 我觉得那种什么绿肉饼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那种感觉哈 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哈 就是说他一说就你就觉得自己的这就能特别好 好像也没没那么回事啊 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我的频道里 我也分享我的这个养护的经验 其实也就是跟供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确实各个家庭各个条件不一样 然后自己可能对他的这个平时的关照的 可能这个这个就是你的routine啊 你的这个可能养护的这个流程 可能也还是有个性化的东西在 再加上他这个植物本身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在哈 所以也不一定哈 没有我也不一定 我就这么说 呃 所以如果你还想像篮园那样哈 完全都是标准化操作的话 其实我也我也可以说 即使是像篮园哈 那样标准化的操作下来的流程下来 其实各个花的表现也还是不一样 那当然大部分可能会呈现中呈现出相同的状态 但可能还是有部分他并没有呈现出跟大家一样的状态哈 我想说的是这个 然后呢 这段时间呢 可能就是我觉得世界纷纷扰扰哈 大家知道就是国内的中国国内的 然后像我们跟国内也是千丝万里联系哈 中国国内的还有这个疫情啊 还有现在的战争啊 还有这些七七八八的 还有对吧 这个股市啊 像我先生有时候也炒炒股啊 这么这些 然后跟朋友的聊天啊 都是各种纷纷扰扰的信息哈 今天我看到一句话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发点赶一看哈 就是说 他就说哈 人其实就是你 就是好像老话说的 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就是这种你 那你能够拥有的是什么 那就是你的每一个当下 就是你的现在 我现在就很enjoy我的花 我现在就enjoy很享受 跟我的孩子在一块 我现在就很享受 喝这一杯咖啡 我现在就很享受 我在外面散个步 或者是遇到了困难 我努力的去克服它 那么你在每一个当下 我觉得那 就是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这才是你自己能够拥有的 那其他的那些 都是没有办法的 你的感受是你拥有的 你当下的任何的情绪 都是你所拥有的 那我觉得 大家就珍惜哈 真是珍惜每一个 或者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 或者是困难的 那一个瞬间 那才是我们自己 对吧 那才是我们 可以感知到的哈 今天看了那个画 就有点感触 然后再加上最近哈 确实很多纷纷 扰扰的新闻 也是困扰我们 所以我就想 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 然后看看眼前 美丽的花 看看我们的窗外 看看我们平静 安详的生活 是吧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是不是 好那今天的视频 就在这里了 我祝所有的朋友们 都开心健康 再见 如果您不嫌我唠叨 那请你点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祝大家花开富贵咯 好再见